你在香港一直習武 穿到英國 你見到一些外國人學習武術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有些什麼跟你學習的時候是不同的呢? 特別是泰國硬橋硬 或者是有些什麼都不明白 他們外國人在接觸這個武術上面 有些什麼是你教了才知道 他們真的未必能夠掌握到 或者他們可能要講很多次才明白你說什麼 外國人習武上面有什麼特徵呢? 我也不覺得可以generalize外國人怎樣怎樣 外國人也有些人是容易學一些 有些人就難學一些 跟中國人都是一樣的 我想特性就是他們都專心 因為他們可能有興趣才會來 還有他們會有問題就會問的 就是他們不會說聽了就是聽你說的 就是他們會問問題 會實踐 怎樣才會令他們一樣東西去work 就是他們會問他們怎樣 這樣就會怎樣 就是他們會不斷地問問題 就是不會就這樣 就是好像聽書那樣 聽完就算了 就真的會跟你有互動的 就是不是只是傳統讀書有互動 現在連習武都會跟師傅有互動 就是不是師傅說什麼就說什麼 他都會問清楚是怎樣的 那你的心態會不會 就是我以前學都不會問師傅的 你幹嘛挑戰我啊 就是師傅敲頭的 那不是的 就是這樣我想就是我師傅說的 也都是對我自己的修行的一種 就是如果別人問我 我又解答不了這些難題的話 那就是我自己的認識是不夠的 對這些人來說 那就是我要找一個答案 那這個我自己修行了 但是我是喜歡他們問問題的 那你就一直在泳春的所謂武館集武上面 持續你那個 那樣多年 從小到現在 那現在新來就很多香港人 那麼很多香港人 你那區有沒有多了很多新的香港移民過來 就沒有 因為真的很小 你這個就更加穿一些 大家不是首選住在這個附近 是吧 我想就沒有人聽過我這個這麼小的地方 就好像等於我這個詠春的門牌 應該是沒有什麼人聽過的 因為這個詠春門牌也很小 哇 你簡直是隱世師傅那樣 如果找你學武也有辦法去搞 要去到一個倫敦一個小時車的細村 才找到這個隱世師傅學習 那又不是很隱世的 我已經不低調了 也有網站和社交媒體這些 是 也不低調 不過可能距離一些香港人聚居熱門的城市 就較為少一些 通常以這個華人班底 即是洋人班底 即是外國人班底為主 是吧 暫時是的 那你知道呢 移民來英國呢 很多朋友呢 都會是和香港這個所謂 紛紛世界呢 那個生活節奏就很不同 這裡呢 所有事情都慢很多 大家呢 時間很多 那個心都平靜一點 那很多時間的時候 就要打法的 那你覺得你從小到大 就是學習武這件事呢 其實是否一個好的選擇 是給了一些 好像我們這樣的新移民 作為消遣也好 學習也好 一個好的項目呢 嗯 其實呢 尤其是你講 現代的人呢 生活壓力很大 那詠春這門功夫呢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就是他 我們叫做不行心 而只用正用精神 即是 他很需要 很定 心很靜的很多事情 那就不是說 越動得多就越好 我們就要 越定 越靜 那不會有一些 emotional的問題影響我們 就是怎樣叫做不行心意呢 就是我們比如 生氣啊 或者是害怕啊 那些這樣的 emotional的 我們就盡量去 不想有這些東西 就只是想集中精神 那樣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就 在現代人的生活呢 就很有用的 因為當你有很多壓力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很多 emotional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就 可以拋出 emotional的問題呢 你只是靜心 這樣去集中精神 那你就可以 focus去你的task 就不需要 令自己很大壓力 很stress 的樣子 是 如果來到一些 陌生的環境 即是不太適應的話 學習一個武術 特別是你的門派詠春的話 可能都會 對那個舒緩的壓力上面 有些幫助 或者轉移試試 就怎樣也好 是 還有可以認識朋友 是 那來到剛剛 新學員 好像我們那些 從來都 動都不動 又不懂的 不如這樣 找些東西來學一下 玩一下 那不如 對著我們這些人 完全不懂的 那就是一些 新的學員 那其實 你說教他們的話 其實是 是怎樣去開始的呢 應該是 新的學員 什麼都沒有學過的 就不是差的 我們就覺得 是一張白紙 這樣 就可以由頭去學 這樣 首先一件事 你有沒有篩選的 比如 你們這樣 癡肥的 大哥 都不是雜武的材料 不是骨骼精奇的 那你是不收的 還是你 都是以這個 有教無類的心態呢 是 我們不篩選的 就是 任何人都學到的 其實 有些人就 很急快些 有些人很慢些 但是 只需要 把時間下去 就任何人都其實學到的 一定是 那你說篩選 那不是 會不會這些 那唯一就是 我們沒有什麼教小朋友 我們打算都是大人 嗯 就是這樣 但是 大一點的小朋友 夠高大的 我們都可以的 那你從哪裏開始教 如果一張白紙的話 你從哪裏開始教它呢 就是 一張白紙的話 就例如今晚 我想有一些 新的來做 一張白紙 那樣的 那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是現代 就是需要 爭取時間 很多事情 那就不可以很慢的 那樣搞 那通常我們有幾個element 那樣就 一次過就教出來 我們會 可能會搞一些 套拳 就很沉悶的 那些套拳 就不是運用 但是都要搞一個套拳 搞一些 我們叫做 戰鬥的東西 就是令他們 手腳的 coordination 平衡 就是配合 就訓練 有些人就有些問題 有些人就不用 一旁 就沒有什麼 coordination的問題 就是教一些 怎樣賣包 就是怎樣打到長包 那些東西 那樣 接著就 這些散手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因為 很多人在學就想 就是運動 就是 快點打得 是不是 那散手 其實就可以 快點運用的招式來打 通常開頭的都是 集中在這些 就 學一段時間就會 學一些 微細一點的東西 但是 我們盡量都是快點 令到人家可以 運用到 那樣 是 那 就跟你學拳 參與你的班 其實 會不會有一些 證書 就是 學到這麼長 就可以有一些證書 拿到 的呢 沒有 就是 我就沒有的 就沒有證書 你想給我 可以給你 但是用什麼意思 都是我自己 弄這張證書出來 那 我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證書 因為就是 就是 我連 武館都沒有 因為我 舊式在灣仔 堂樓天台那裡 其實就 到時候多數都是這樣 那就是沒有證書 就是 但是 就是看你 想 要來做什麼 就是 就是 很多人現在學的 他都是 想去 學這個權術 就是 我給他證書 他就是 代表不了什麼 那他又 學不到 也沒有用 在英國有不同的地方 都有 可能有 大大小小的不同的 一些 武術的一些 研習班也好 武館也好 是不是 你們會不會有交流的 其實是 英國的武術世界裡 在這邊 交流也是少的 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出名 我們那個門派叫做 焦韻 焦韻這個門派 焦韻嗎 就是詠春的焦韻 還有一個門派 是 因為焦韻其實是 在聶韻先師的徒弟 我們是後人 所以這門叫焦韻的詠春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